川安抢先会谈北韩气生化武器与谈道飞弹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话 同意在川普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前先举行川安会 并确认北韩需完全且永久撤除核武 生化武器及谈道飞弹计划 白宫稍早公布川普今天早上与安倍通话的声明 在朝鲜半岛非核化上 美国一直以来的立场是北韩需采取完全 可验证且不可逆的非核化 CVID 而在今天的川安通话声明中 还提到北韩需完全且永久的撤除核武 生化武器与谈道飞弹计划 并指出这是美日双方都认为的紧要事物 这并不是美国与日本第一次在北韩问题上 提到CVID以外的说法 川普与安倍今年4月佛州海湖庄园会误后 美国当时发表的声明就提到 两位援手也确认 北韩需放弃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及谈道飞弹计划 日本一向对北韩的生化武器能力警戒在心 美国学界认为 川安会当时召开期间 美日双方资深官员层级的工作会谈 以就北韩还可能拥有哪些威胁区域安全的能力 美国当时是以副国务卿苏利文 John Sullivan及代理亚太著青董云长 Susan Thornton为首 与日方官员会谈 川金会目前看似起死回生 然而 不论川普决定办 不办或重启续办的过程 安倍都是在川普决定后才被告知 日本因此希望川金会前再次举行 川安会 双方今天通话时也确认 在预期将举行的川金会前 川普将与安倍再次会面 川普与安倍都将于6月8日 参加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的 七大工业国集团高峰会 G7 Summit 日本媒体报道 安倍将在前往加拿大前到访华府 这也会是安倍在二个月内二度访美 也会是安倍地博国集团的